一開始這個是初抽的馬達 然後這是機械的幫助 初抽馬達就是他剛剛講話 就是先輸 真空系統就是你去用哪一台都一樣 他一定會有至少兩個馬達 因為他沒辦法用同一顆馬達抽到很高的真空 所以這顆就是抽 他可能只抽到-2而已 這顆可以抽到-6 所以你是會開一個 可是這個是兩個會串在一起 就是他去抽他然後他再抽整個 可是你一開始的話 這顆可以關 就是一開始用的時候是要先關掉 這是擴散Pump 這是要把真空值抽到更低的情況要用的 就像這是1檔 這是2檔 這是6檔 你要先用1檔 然後充到2檔 然後你後面才可以去換6檔 所以你要先用這邊的東西去讓他加速 然後到這邊才可以再換 大概這個意思 所以一開始抽的時候就是先點開 先點開這個 然後跟這個 我現在點他就會抽起來 所以不行 這是初抽嘛 然後這是RV嘛 然後這是RP 這是初抽胖門 這是初抽拔門 這是初抽拔門 他點下去以後他就會抽了 他就會先開始抽裡面 可是那是速度很慢 他抽一抽其實你可以開機械胖門 讓他抽快一點 他抽 他大概會抽到 就是你看這邊 現在是7.5檔 然後兩透 他如果開機械胖門 他大概可以抽到-2左右 然後這個裡面 他本來就是真空的 所以你現在 就是你不能把 你不能只關掉這兩個 然後不關這個 所以你 就是你這個一定要維持在兩邊都是關掉 不然就是他正在抽 就他沒有在抽的時候 你不能把其中一個拔門打開 這樣他裡面真空是卸掉 他就沒辦法用 就是這個 這個Pump是要在真空的情況下用的 所以你一開始抽完 他的壓力大概是-2左右 就是你如果沒有抽他 他裡面會大概維持在-2左右 然後 沒有他現在是-3 他現在是-3 這個是這個的 然後 你現在 抽完這邊大概-2 因為兩邊壓力 我們知道 東西會往壓力低的地方跑 就是 你高壓器品 破一個洞馬上會噴出來 就是因為高壓要出來 所以 你不能讓 這邊的壓力太低 然後這邊太高 這樣這邊會灌進去 你也不能讓這邊比這邊高太多 這樣東西會往裡面跑 所以你要讓他兩個壓力相近 所以說 你這邊抽到大概-2左右 你再切換這個 就在切換MV 然後你切MV之前 一定要先把這個關掉 所以 一開始就用這個抽 然後 抽一抽 關這個 然後開這個 然後再開這個 抽到壓力差不多的時候 再開這個 然後他就會直接掉到大概-4左右 -4-5-6 然後我們要度的 我們差不多要度的真空值 大概是-6 -5-1-6 -5-1-6 對 現在是7 成了 我們大概是-5-1-6以後才可以度 然後有些材料更度 像如果你只有度0的話 大概要抽到-2-1-6 或是-1-6 之類的 是吧 然後我們的是- 因為M0-3 你知道是粉末的嗎 對 M0-3是粉末的那種材料 通常可以在比較 升空時沒有到那麼低的情況下就可以 然後這邊抽完 又抽 然後反正就是剛剛操作度 錄完以後 要破氣之前 你要先把-就是- 你不能一邊進氣一邊抽氣 就是-你這樣的話 他-只是-把氮氣都抽走 這樣他真空子也不會降 然後也很浪費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這個吸收關掉 讓他槍體現在是沒有-就是-他槍體就完全滅封出 然後你再開破氣 就是-灌氮氣進去-把它充起來 就是氮氣把裡面充起來以後-這個門才這樣-還可以這樣開 不然他就會卡在裡面 不然他就會卡在裡面 然後他-自動抽氣 之前可以用自動抽氣 可是上禮拜要用的時候 發現他快掉了 裁掉系嗎 對 對 好 還有-什麼問題嗎 -不會 然後電極的話-就是-剛才有講過-就是-裡面那個圓形的嗎 他要用之前一定要先按-就是按這個電極 然後-如果是這邊-就是左邊那個-左邊這個材料是用這邊控制 然後右邊這個是錄影-影的-影的控制是這一台 然後-這台一樣是-先開一種開關然後-電源-這個是這個的電源-然後這是調他的-電流的-這邊的話-就是調這個-就是左邊這個是調這邊-你左邊呢-開電極以後-你要先把手動針錄打開-就是轉開-然後才可以調這邊-那調這邊的時候-電壓跟電流都會動-MOO3我們之前是看電壓-可是-基本上外面的-就是-像電子系的針錄機不會有電壓- -大部分都是看電流-可是因為我們用電壓-照到一個比較穩的資訊-就是-維持在多少電壓的時候-錄出來的差不多-所以-我們後來都看電壓-對-基本上都是要看電流-然後-反正就是-你怎麼操作完-回去就要-就是-完全反過來-所以-我要錄之前-我開電極-然後-開這個再轉-那我要關的時候-我就是-先轉這個-然後關這個-再關這個-對-對- -然後-這個就是-剛剛他講的-那個-魔後的-偵測-規模-的-偵測-截圓-規模-就是-這個就是-剛剛他講的-那個-魔後的-偵測-模-的-偵測-模-的-偵測-模-木耐-模-的未來-模-的-偵測-模-的通